带来的影响 两团爆炸浓烟窜上几百公尺高空 以色列和黎巴嫩交界火箭炮弹互轰 这次竟然把真主党指挥官炸死了 就是这位塔威尔 是真主党旗下精英组成的拉德万部队高级指挥官 传出他在黎巴嫩南部搭车移动时 遭到乙军攻击死亡 这也是去年10月以巴开打以来 真主党遭击毙的最高级成员 不止以色列 真主党还有别的敌人 贝鲁特机场电视萤幕统统关上 因为星期天遭到骇客攻击 播送批评真主党的文字讯息 初步判定是黎巴嫩境内反真主党势力犯案 不确定是否和以色列有关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次踏进以色列 担心真主党指挥官死后已离边境局势恶化 支持真主党的伊朗认为都是美国无条件支持 放任以色列才让中东陷入停不下来的冲突循环 第二个新闻众号报道 接下来要请教惠云 以色列如何修改作战目标 伊哈战争到目前为止已经打了超过三个月了 随着平民死伤人数不断的增加 大家都想要知道以色列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愿意停手 也就是说完成他们这一次行动的设定的军事目标 现在根据有长期在研究北非跟中东局势的学家认为 其实以色列政府应该已经在修改他们的战争目标了 就连以军高层也很清楚 其实目前的能力最多最多只能做到的 就是消灭哈马斯的军事能力 那么甚至包含是以色列政府内部也有很多的声音 他们质疑说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现在执行的行动 到底可以继续到什么时候 如果真的是要歼灭哈马斯的话 那么战事可能会持续整个2024 也就是说今年都要再打仗了 那么另外还有包含在以色列这边的 民主研究所的所长普莱斯 他也表示说以现阶段来看说 以色列如果要定义什么是获胜的话 应该就是确保哈马斯无力继续统治 加萨并且以色列的国防军IDF 他们进攻已经完全拆解掉 哈马斯的指挥机构 应该只能做到这样 可以被以军认为 这算是达成他们的军事目标了 慧云躲过多次暗杀的哈马斯 藏进人长什么样子 不过我们最近也看到 以色列不断对外宣称 他们这次的目标就是要 歼灭哈马斯的领导阶层 可以看到 这一位就是以色列国防军在1月6号的时候 公布的一位哈马斯的领导人之一 他的名字叫做戴夫 穆海默德戴夫 这个是他的昵称 原名叫做穆海默德马士里 据传他曾经逃过7次的以色列暗杀 不过他也付出了相对应的代价 就是造成他一眼失明 而且传说中他还少了一条手臂 就是有一条手臂在这个逃离暗杀行动当中的时候 已经被打断了 那么其实这个最新的曝光的画面 也还可以看到说 这样子的说法好像有点出路 因为在这张照片里头 明显他的双手都还是在的 另外为什么会瞄准他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说 这个戴夫就是这一次策划 在2023年10月7号的时候 袭击以色列行动的幕后黑手 因为他所领导的主要是在 哈马斯里头的军事卡萨姆旅 另外他也是取名这一次行动 叫做爱格萨洪水行动的人 之所以会取这个名字 就是报复之前以色列突击了清真寺 他从2002年开始就领导了 我们刚刚说的哈马斯里头的军事 武装卡萨姆旅负责操盘的 就是哈马斯的军事行动 而他的大本营是在 加萨南部的汉尤尼斯大臣 所以现在是不是要持续来追捕戴夫 那么以色列持续扩大在加萨南部的行动 很有可能他也是他们的歼灭目标之一 在交战枪声中 以色列士兵又发现了一座哈马斯地道入口 沿着竖井往下爬 四面水泥加固 还有继续向下的楼梯 不知道通往哪里 在这段已军制作的动画影片里 展示了加萨贾巴利亚的地道网 复杂程度超乎预期 以色列号称 他们在加萨北部消灭了至少 8000名武装分子 尤其在加巴利亚 铲除哈马斯北加萨旅副指挥官 和两名迎级指挥官 以及11位连级军官 另外乙军也找获3万件武器 在这之中 竟然看到来自中国大陆的枪炮 敦促冲突当事方 切实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大有关决议 立即全面停火指战 停止对加萨地带民众的集体惩罚 大陆外交部呼吁立即停火 但根据英国媒体每日电讯报报导 乙军找到大量中国制武器 包含95式突击步枪 还有87式自动榴弹发射器 以及一些瞄准镜 这些武器的精准度 都比过去哈马斯手上有的好很多 问题在于是中国直接给哈马斯武器 还是经由第三国送过来 可能性最大是透过伊朗 毕竟伊朗早就提供哈马斯 军事训练和装备 但消灭哈马斯士兵 与武器的过程中 加萨历史文化也遭受波及 加萨市这间教堂 曾经是世界最古老的教堂之一 现在已经是一片废墟 不只老教堂 14世纪建造的澡堂也全毁 而加萨大清真寺西元前将近千年 曾经是古老民族非力士人的庙宇 现在除了宣里塔 只剩瓦里堆 最惨的还是加萨不断恶化的人道危机 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不得不开战后 第四度访问中东 拜访卡达 约旦也要去以色列 美国最关心的其实是 但布林肯抵达中东当天 伊朗代理人之一真主党完全不给面子 超以色列北部发射总共62枚火箭 以色列马上空气还收 虽然以色列和真主党交火 双方都还控制在炮弹护轰 不算实际作战 但就怕紧张进一步升温 恐怕开闭新战场 第五新闻最后报道 多少人用生命换取战地真相 而在这一次的以哈战争里面 可以看到很特别 也很遗憾的是说 在这个新闻记者 丧命的人数是特别高的 尤其看到在2023年的时候 11月 有一名巴勒斯坦电视台记者 还有11名的他的家属 都是遭遇以色列空袭丧身 那么当时有曾经和他连线过 电视台的主播跟同事 是当场就在镜头前大哭 甚至他的同事 还把身上穿的这个媒体的背心 直接脱下来 因为很生气说 穿这些有什么用 还是一样被打 所以看到加萨这边报道的 巴勒斯坦记者 其实是面临非常险恶的情况 而从开战以来 也有统计说 至少97名的记者死亡 这已经超越了在二战里头 丧命的媒体工作者的人数 可以看到巴勒斯坦政府 就来炮轰说以军试图 透过暗杀记者试图掩盖真相 甚至在最新一起1月7号 以色列轰炸甘尤尼斯 还有拉法的时候 卡达半岛电视台的记者 也是有两死一重伤 甚至包含说 在这个半岛电视台 还有一名高层 他是有5名的家属 都在这场战争当中身亡了 所以他们就谴责了 以色列侵犯新闻自由 联合国跟国际刑事法院 还有各国政府都应该要追究 以色列的责任 还有也是呼吁 以色列要立即停止 对新闻工作者 媒体工作者的暴力行为 以上的新闻是关于 以巴冲突 达麦三个月有相关分析 其他国际新闻 有兴趣的话 推荐您扫描 并下载我们的TVBS 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新闻台